同样也是坐车的问题 有民众发现在马赛海星幼儿园前面的国光客运站牌 被移到马赛国小大门旁 因为差有100公尺 许多长者向里长反应太远 而且新的站牌在市场旁边比较不安全 所以今天要透过县议员陈金林 来邀请各单位到场会堪来提出解决办法 原本会在苏澳海星幼儿园前的马赛街国光客运站牌 被迁移到马赛国小大门旁 让永荣里的居民非常不满 为何没经过地方的同意 就将习惯的位置改到别处 而且马赛市场就在附近 人车混杂 上下车很不安全 好 坐这车来这里动 动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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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来动 动都不够 不够买这车就不够买 如果车车车买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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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拖没法力 拖拖没法力 我经常说拖到没法力 你是拿那么多 那边人口很人质 你这边到文化国顶 那边就是 虽然说近一近而已 这站到文化国顶 你现在多一站来说 警察就差不多一百公斤 这边这也比较有费用 这如果在市场面好证 那你如果有过年过劫 我多半都几个圆了 那你坐车 进不方便就对了 我说我今天 特别请管政府 高通文殊科 高通文殊科的中国政务 和共务協会副产党 来实体会抗东西 万一 听处 地方 这些乘客 就是这些阿公阿嬷 这些车的需要 对此 县府公共运输科表示 因为县内各个客运公司 站牌四处凌利 正在做站牌位置与规格的整合 而且马赛国小站有后车停 考虑到不让后车民众风吹雨淋 才做这次的迁移动作 近期县府现在在做县内一些 公路客运跟市区公车的站牌 整并的部分 所以原本在马赛国小 这边有首都241跟242的路线 那前方大概500公尺 马赛街的部分 有国光客运1791跟1797路线的部分 所以就是这次有请国光客运 市府市将原本的站牌整并到 就是马赛国小这边有后车停的部分 做一个整并 那只是说地方民众有建议 就是说原本就是国光的站牌 就是大家搭习惯了 那那边比较便利 所以希望可以就是站牌就不要整并 就是在马赛国小这边是首都客运的部分 那原本国光客运那边还是国光客运的站牌 那我们也是尊重就是地方民营的部分 所以要求国光客运是否在近期内 就是把站牌恢复原本的这样的设置 国光客运公司也回应尊重地方的要求 在10月11号以前会将站牌签回旧址 宜然新闻记者林奇硕采访报道